那些陪伴我们一起长大的生优们 那他们欢聚一堂 会是个什么场景呢 每一个都是承包你整个童年的存在 1.陶点 它是亚塔莱斯中的马琳琳 是天行九颗中的燕灵机 是豆罗大陆的小五 是玲珑的软冰 还有游戏中 崩三子的齐尔纳是他 这里是 圣弗雷亚学员 王者荣耀的香香是他 最亮眼的那一颗星 欲爽联盟的炎雀是他 有时候教训是带血的 原神里的天理 爱吃人 你们的旅途到此为止 决战平安京的跳跳妹妹 明日方舟的阿米亚都是她 还有胡桃都是陶点姐姐 因为还有别的CV要盘点 所以我就不全部说了 2.张杰 杰大我相信没有人不认识了吧 国产CV界的灵魂人物 信用记的米龙 十万个冷笑话的丹毛男 狐牙小红娘的东方月初 震魂界的卢少爷 一人之下的张领域 全职高手的夜修 少年歌行的吴欣 魁把中的卡拉肖克潘 这些都是杰大的动画配音角色 也都是我们熟悉的热门角色 而且声音极具辨识度 这还拿不上你 3.陈以文 这个相信金军猫的粉丝都会很熟悉了 果儿 豆豆 小夏 洛克 还有明月 都是陈以文老师的配音角色 还有大家很熟悉的 小猪佩奇也是他配的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除了动画 地下城中的萨莉娅也是他 这里的人都叫我萨莉娅 当年觉得萨莉娅真的温柔到爆了 不过上一句说的这些作品 都是配音老师作品中的冰山一角 而这一次 我们熟悉险陌生的声优老师们 将会在我是特优生这个节目里 齐聚一趟 除了上述说的三位 还有梅花十三的配音 段毅玄老师 武动乾坤灵动的配音 柯木青老师 还有三星 边疆 腾心等等 这些重量级嘉宾的参与 组成首支声音剧团诞生真人秀 让我们知道了 中国的配音演员们是一支队伍 快来和阿信一起看 这些配圈大佬们都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吧